大家好,我是王文具,住在犹他州沿湖城的地产经济 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的这个离海的靠南一个城市叫American Falk 来给大家拍一套全新的这样一个小区 这套独立屋,那American Falk呢,它是在离海往南这样一个社区 然后这个小区呢,它的这个location非常棒 然后这里房子呢,都造得特别的漂亮 房子跟房子之间呢,也有一点点间距 它的房子呢,也是够大,至少都是0.15个acre这样子 至少的吧,以及更大的lot 那它这个开发商呢,叫Keystone 他们这个礼造的房子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高条客厅 然后呢,它是都是,里面都是非常摩登现代的 然后他们的特色是没有地下室的,在犹他州 没有地下室,地上两层的这样一个构造 那么地上两层至少的使用面积有200多个平方米 差不多将近250个平方米左右 那么它呢,楼上呢,二楼有loft 你可以保留loft,或者说把loft改成另外一个卧室 都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这个开发商这边呢,马上有几套房子要moving ready了 就比如说他们这里有一套非常不错的一个twin house 然后这twin house呢,它有自己独立的压的 占的有0.16英亩,还是相当大的 我觉得对双平房来说,有这样一个私人的一个压的是很难的很少见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套房子的外观吧 今天呢,我们由他州冷空起来的 雨雪交加,天气非常的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区啊 今年我感觉这边的冬天来的特别早 往年去年的话,这边好像天气还是 没有到穿雨绒服的地步吧 现在一股冷空气过来 所以说这两天这边是有点冷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套房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户型 它的户型的名字呢,是叫The Newport 那么它一共呢,面积可以打造成2500到2800个square feet 可以加第三个车库的,那这套房子它是有第三个车库 在我正门呢,这边现在office办公 左手是房子的入门处 它有非常长的一个drive位 我们可以看到这房子的外观是非常的 现代的尖顶 然后用色呢,也是那种中性色 加上黑灰色的,非常现代的一个色调 那么它呢,其实价是614900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它门前有非常不错的yard 然后这个小区的持有房屋持有成本是非常低的 每个月的物业只有45 而且呢,可以免费使用 呃,游泳池 小区还有这个pickball打球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小区位置相当不错 离ifatina只有5分钟的这样一个位置 最主要是它没有出租限制小区 左手边啊,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厂开式的 那么就是一个office 右手边呢,现在销售办公 那么以后就是会作为一个车库 那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边 这里是,哦,它还不错 因为它这房子是没有地下室嘛 所以它这边给你楼梯下呢 尽可能多的给你弄一点这样一个储物的空间 可以兑一些不需要使用的杂物 然后这里就是非常漂亮一个高条客厅了 高条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客厅啊 客厅的大小面积呢也是非常OK 很漂亮,做了一个,墙上做了这样一个壁炉,电视机 然后这个窗呢也是很明亮的 给人进来感觉是非常明亮的一种感觉 很温馨很舒适的一个户型,一套房子 这里呢就是厨房的一个空间了 微波炉像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漂亮大的一个中导台 中导台上呢有个水龙头 可以方便做一些洗碗,洗杯子啊,洗餐具的一个位置 然后右手边先看一下 厨房基本上呢是L型的一个厨房 它是样板间了 所以说它的东西都是做的最好看 做到顶的这样一个柜子 一般来说,柜子做到顶的话 是一种加装部分,是升级需要的 背景墙也贴好了啊 这个台面是大理石的台面 然后这里用的是通用电器的设备 烤箱 上面灶台,上面是一个 这怎么说是抽油烟机 对,也做了不错 然后这是一个十碗机的空间 然后这里一个餐厅的位置 空间也是预留的相当足的 非常大 不管你是放一个大的圆台面 还是说放一个八人桌的长桌 或十人桌 都是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的 那我们往这边走 这里呢 左手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食物储藏间 很漂亮 非常的大 有窗 采光很好 食物储藏间旁边这扇门呢 那就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这样子 都有窗 然后这扇门就是通往车库了 现在是销售办公的一个位置 这样子 这墙上的就是 放了这个啊 挂衣服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院子吧 这个是样板间 的院子 当然是会比较大的 但是实际的话你可以自己选 LOT 天哪 这雨下的好大 你LOT如果大的话呢 这个院子是相当大 看到吧 院子很大的 看到吧 旁边呢也是一套房子 它这院子还没有跟邻居拦 但是它这个ACRE 是我觉得至少有0.3个ACRE了 有的 这就是房子的背面 就很现代的一套 这样的一套房子 那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这套房子呢 它一共是二楼有三个房间 加上一个LOFT 当然如果说您是LOFT 需要改成第四个房间 也是可以的 它可以给你做成第四个房间 然后这边楼梯上去转角楼梯 很漂亮很现代 大的窗户 采光特别的棒 上来了 上来以后呢 在我右手边 就是一个LOFT 很温馨的吧 很温馨的布置的一个LOFT 然后这样子的 它这个LOFT呢 这边就有点不太规则 那我们先右手先看吧 右手这边呢 这里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 这样子 卫生间旁边是二楼的一个客房 这客房都是相当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它这边是完全没有开灯的状态 今天呢是由它这边是一个阴天 这边沿湖城这边呢是一个阴天 所以说采光还相当不错 这房间出来 隔壁呢是第二个房间 房间面积都是相当大的 然后这个房间 再往这边 就是二楼的洗衣房的空间了 洗衣房旁边呢就是主卧 我们主卧的卫生间去看一下 右手边 右手边 衣帽间 看一下灯在哪里 嗯 这里 好 衣帽间还可以哈 然后呢这里就是双台盆 看一下 旁边一个非常通透的一个淋浴房 您到时候这边淋浴房 如果说spec home它已经造好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说没有自己可以选的做浴缸的 没造好的话自己可以选的做浴缸 反正就是马桶 就是这样一个户型 特别的漂亮 200多个平方米啊 实用面积 然后呢 呃 这个户型呢就是没有地下室了 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户型还是非常不错 没有问题 户型完全没有问题 很通透 很开阔很舒服的 一个 嗯 它这边样板间搭配的色调 很漂亮 非常漂亮 沙发也是中性色很柔和给人感觉 就是还有 还有家的感觉 这套呢是今天要看的第二套户型 那这套呢是稍微大一点的 室内是2683尺 同样也可以呃 加 加到第三个车库 当然了 标配就是两个车库 第三个车库加的话就是22000多块 然后呢 室内是四个房间 啊 三个卫生间 我们进去看一下 右手边同样 它这边是三个车库 呃 然后往这边 门口的podge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啊 一进来呢 左手边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以作为一个会客厅 然后这边呢是旋转楼梯 去二楼 右手边 右手边这里 这里呢是一楼半个温馨间的空间 然后这个门呢就是三个车的车库 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小区的房子特别的漂亮一桩一桩的 这个小区的房子特别的漂亮一桩一桩的 很漂亮 然后这里呀就是非常漂亮一个家庭听了 就这样子的啊 也挺温馨的吧 那它这套户型呢就不是客厅不是挑高了 就是 这样子一个九尺高的一个楼层也是挺高的 非常大的一个客厅 客厅呢比刚刚第一套要大一点 然后这里就是餐厅 厨房 大倒台 步入室的食物储藏件 看一下这边 哦它是这样子 坐在有点楼梯 楼梯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些很多的柜子 L型的一个厨房 同样的烤箱 烤箱在美国是标配啊 然后这边就是灶台 上面就是一个封闭式的 坐在里面的一个抽油烟机 然后这里呢就是使管机的空间 用的非常漂亮一个大的陶瓷的水槽 那左手边呢 这里是下面是烤箱 上面呢是微波炉 它有两个烤箱 这套房子两个烤箱 这边采光是非常棒 今天因为是阴天嘛 天气好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室内开灯的话 采光我觉得ok的 三面有窗啊 三面有窗啊 三面有窗这个完全是采光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这其实可以进门一个玄关这样子 布置挺漂亮 我们转角楼梯去二楼 这里呢也有个小小的loft 如果说您这个loft不要可以做成第五个房间 那我们上来有左手跟右手 我们先去右手边看一下 右手边呢这里有个小的loft 很舒服的loft 然后这里呢也是一个楼梯上来挑高的 这样一个空间啊 然后他厅呢不是挑高了 就是进来楼梯上呢是挑高的 然后往里走 这里有三个房间 这里呢是第一个房间 房间面积是标准的尺寸 第二个房间 但也不是特别小了我觉得 他应该是10乘以11 或者10点多乘以11 11点多的这种尺寸 这就是共享的卫生间 共享卫生间旁边呢是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稍微大一点 然后这三个房间所用卫生间呢都在这里 就是用很方便 门一开就是卫生间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 然后出来以后呢 那我们楼梯上来左手边 左手边啊先看这边 这里就是洗房的空间 有窗的洗房也挺大的 里面呢就是非常一个大的房间的一个主卧了 King size bed特别大 房间是朝南的主卧 里面呢这套房子的主卧卫生间也不错 稍微豪华一点了啊 然后它有非常漂亮大的鱼缸 然后有玻璃的淋浴房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右手边就是一个马桶在这里 这里就是双导台里面就是非常大的衣帽件 做的相当不错 这空间也很漂亮 我很喜欢它墙上的贴的这个磁砖 很好看的特别好看 然后这个地砖也很好看 很漂亮大的玻璃很通透 这个鱼缸 这个石油间做的还是很舒服的一个用色 那这个呢就是第二套户型 也是相当不错 家里孩子多的话呢 这套户型就感觉很好很实用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然后呢现在呢因为由于是马上要冬天了 冬天了嘛 然后就是比较的 而市场呢又有点慢下来 又有加息的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他们这边开发商也是在搞活动 现在的活动他们这边呢是有3%的补贴 就是你买他的房子3%呢是可以买地利率 或者说直接在价位上给你优惠3%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他这边马上有几套房子非常不错的造好了 moving ready有豪华的公寓房也有的 1000多池1000好像1400池左右吧 356万的样子 然后呢连排 连排差不多就是豪华连排40多万 也有twin house有双拼屋也差不多50万不到 其实他就是个single family 直播跟邻居哥赌场有自己独立院子非常不错的 嗯 然后还有这独立屋 独立屋呢差不多是6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位 那如果大家在游他州喜欢这样的房子 喜欢这样一个户型设计 非常摩登现代 以及这个地理位置 或者有买房卖房需求 欢迎我取得点信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